股庙致富可以不憑運氣 只要用對方法跟對人 機會只給準備好的人 您準備好了嗎 就讓股市戰帳帶領我們積極穩健的累積財富 歡迎收聽股市戰帳 華信投顧林何彥總顧問主導 10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26號 歡迎收聽MISS酒吧 酒吧新聞台 持續鎖定的是我們的股市戰價 我是桂花 趕快來邀請主獎分析師 華信投顧的林何彥總顧問 何彥老師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 我是林何彥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開低走高 最終上漲了94點 指數來到了15,857 成交量是2,301億 請教一下何彥老師 怎麼觀察一下今天的大盤呢 有低你要趕快買 昨天漲了200點 今天又漲100多點 你看今天最高 15,879 繼續創這一波段的新高 今天最多去到185點 收盤漲94點 指數漲跌多少不重要 我經常講 方向明確 方向沒有改變 你就趕快找底部的股票 趕快買就丟啊 你如果找不到 就找林何彥 一通電話過來 林何彥就在你身邊 讓你就不會黑白買 然後都去追高 夠買都得到 這樣就麻煩了齁 所以找不到好的標的 就找林何彥就對了 昨天美國股市的部分 小漲 上禮拜四 道瓊去341點 禮拜五漲387點 兩天就漲了720點 那昨天 道瓊最高漲182點 收盤漲40點 道瓊整個行情 有機會再供出去 因為目前美國市場 預估三月份升息一馬的機會 呼聲是越來越高 而且美國公債殖利率 也持續在走低 所以美國股市的走強 今天亞洲股市的部分 澳洲 南韓 南韓今天也繼續漲 日經指數今天又漲了71點 日經兩天漲800多點 今天還在繼續漲 是 他的股市整理了一個月 四百點走一個月 我就跟大家講過 會衝出去 因為這四百點的區間裡面 外資加碼了一千多億 那外資會在四百點裡面 加碼一千多億 顯然外資也認為 台北股市還會再供出去 這個多頭沒有改變 那既然連外資都這樣看 那你擔心什麼呢 對不對 起管的不要再堆啊 繼續找底部的股票買就對了 昨天美國股市的部分 小漲小跌的很多 特斯拉昨天跌了兩趴 因為特斯拉昨天又宣布 又降價 哇最近特斯拉拼命降價 那降價本來利潤就會變少 對不對 嗯 因為你一輛車一降降個十萬二十萬的 利潤就變少了嘛 那所以昨天特斯拉因為降價的關係 跌了兩趴 可是降價這是重點啊 因為未來全世界 汽車會從燃料車 改為電動車 所有車廠都在搶這塊大餅 那你要想要搶到更多的訂單 價格壓低是很重要的嘛 嗯 以量自降 如果價格壓低能夠搶得更多的訂單 那長期來說是更好的結果啊 對不對 尤其特斯拉這一波一漲漲了 一百趴上來 起一倍起來 從一百零一美元 林辰又告訴你啦 特斯拉要起啊 嗯 特斯拉概念股要緊急喔 你看短短一個月時間 特斯拉從一百零一美元 漲到兩百二十一美元 漲了一倍啊 特斯拉概念股 三六六五茂蓮 這是特斯拉概念股裡面 最炭金的公司 我們二百四十幾個就開始說了 對 起到兩百九十一塊 有沒有 嗯 今天茂蓮疊三塊錢 被昨天特斯拉影響 沒差啦 我們買兩百四十幾塊的對不對 我們買兩百四十幾塊錢 今天還在兩百八十幾塊錢 茂蓮 一月跟二月營收加總起來 比去年同期增加11% 那跟公司預告的一模一樣 公司早在一月份就講了 茂蓮近年業績會續創新高 而且會有兩位數的成長 那果然一二月營收加總起來 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1% 那本來第一季就是茂蓮的淡季 接下來會每個月都越來越好 越來越好 茂蓮四個月底部才剛打完而已 現在已經站上四個月底部的頸線 所以你有跟著買茂蓮的 不要去睡覺喔 這後面會讓你更開心喔 會讓你更開心喔 是 長到這裡來 我不建議你再追高 要再買 我們就去找 繼續找底部的股票就好了 那找不到 找林何彥就對了 這兩天最強是誰 五四二五台辦 昨天漲停 今天又飆到9% 今天台辦已經漲到113元了 我們開幕盤第一天 八十二塊開始買 我就一直跟大家談台辦了 有沒有 台辦是大陸比亞迪的供應商 那同時也是寧德時代的供應商 這次台辦一路飆啊 尤其這兩天 因為傳出來 接到德國車廠的訂單 那也因為接到這一筆訂單 台辦有機會打入歐洲的車廠 打入美國的車廠 所以台辦最近在狂飆 我們現在在說的啊 我們台辦對你一個完畢就開始說了 每天講每天講 你隨時買隨便買 閉著眼睛買 都賺大錢啦 我的節目很奇怪 我的節目 你每天聽 你會發現跟連續劇一樣 是 剛剛講的都不一樣 每天講茂蓮 每天講台辦 每天講地寶 每天講的股票幾乎都是一系列的 包含聯電 台積電 聯巴科 日月光 有些人說 哎呦 你每天都說同樣的 你怎麼不說得超生氣 別的節目每天都講不一樣的 嗯 喔好精彩啊 每天都說不一樣的 一天說五支 一國說百五支 輕下來 哇好熱鬧 聽要不要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嗯 因為每天都講不一樣的股票啊 是 那你人也每天都講一樣的 而且都是會員的持股 我就要讓你看到 我們怎麼樣帶會員從底部 一系列一個波段這樣做上來 讓你感受到我們會員的操作 怎麼樣再獲利 怎麼樣30%50%一直賺下去 這樣你聽我節目才有意思嘛 聽著聽著跟著做 啊做了就賺錢 讓股票市場進來 才會開心嘛對不對 嗯 啊台辦去到這裡 我水管也沒意義啊 你看八十二塊 今天一百十三塊 已經三百八啊 你還買這個 就沒意義了嘛 啊有 破的沒關係 今天台辦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嗯 我們還找底部的股票嘛 還有底部的股票啊 我前兩天特別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買台辦的原因 國內四家整流二集體的公司 台辦營收是第一名的 台辦去年營收一百五十七億 你看德威 一年營收才二十一億 紅塵才四十二億而已 那個營收都只有台辦的 大概五分之一而已 當一個產業在大爆發的時候 你營收越大的代表什麼 代表他市佔率越高嘛 他拿下越多的訂單嘛 所以林德燕大會買股票 不是說看哪一支比較強 就買哪一支不是 強弱是短期效應 真正的大波段 你要回到本質來看 你要回到基本面來看 那台辦已經去到這裡啊 你再買就太慢了嘛 我們這兩天再買哪一張 我們再買2481的強帽 一樣是整流二集體 那為什麼買強帽 台辦創歷史新高 強帽對120塊都要來 現在只有70塊而已 台辦已經創新高了 強帽還在一半 走半路而已 還在那裡 尤其如果以股本來算的話 你看台辦 營收157億 強帽132億 差一點點而已 可是 強帽股本38億 台辦股本26億 股本越大代表什麼 代表公司規模越大嘛 公司規模越大 它的生產線就越多嘛 生產線越多 當產業在爆發的時候 它就能夠接越多的單嘛 所以 我這兩天開始買強帽 70塊錢 開始買進 今天已經來到72.3 兩塊錢沒多啦 我是要告訴你 還有底部 剛要起漲的電動車概念股 電動車概念股 打開起來 從特斯拉概念股 到電動車概念股 打開起來百幾幾幾的 你也不用說 什麼類股都要 水泥也要 石瓶也要 塑膠也要 死人骨頭也買 沒那個必要嘛 把有限資金 集中在 最好的 未來爆發力最足的 就是電動車 未來十年 十倍數的行情 漲高的不要理它 再找底部的股票骨頭也買 那漲高的等它下一次落底 我們再來重新佈局就好 那這樣一百多家 你就做不到嘛 對不對 幫你有限資源 全部集中在電動車 迎接未來 十倍數的行情 十倍數的利潤 有興趣的 你可以加入我們 電動車主群 只做電動車概念股 最近最強的股票 未來十年裡面也是最強的焦點 嗯 你看地保 全球最大車燈 我們七十三開始沒了 前兩天已經飆到 已經飆到九十三塊 九十四塊啊 是不是又三十趴四十趴了 地保有沒有 嗯 很多人都有偷跟啊 是 我不怕你跟啊 嗯 怕你不敢地而已 因為我買的都是底部的股票 剛開始可能覺得 喔老師你的股票都好慢喔 一段時間之後 喔老師你的股票都賺最多 會買底部你就會賺最多 我今天地保也賣啦 嗯 我今天通知會員 地保九十一塊錢 智商都賣 你看今天最高九一點八 收盤的時候 九十點二 我帶你進 我就會帶你出 漲高賣掉之後 錢收回來 我們再找底部的股票來佈局就好了 對不對 對 上禮拜我們在佈局檔 特斯拉 最後的底部七張股 三十幾塊的股票 而且每股淨值高達九十四塊錢 研究報告我也送你們了 有沒有來索取 嗯 有索取有沒有買 你看我在講的時候還在三十三塊 對 現在已經三十七塊啊 已經三十七塊了 我還不想開牌喔 因為淨值九十四塊 它還有很大的空間 我們還要繼續加碼 上禮拜電動車概念股 我們買反甲 3526反甲 反甲也是寧德時代 的供應鏈 寧德時代是全球 電動車離鏈池 最大的供應商 反甲從225 跌到剩下110塊 我們上禮拜開始買反甲 上禮拜買反甲 買在137 138 昨天反甲大漲5% 今天反甲又漲5塊錢 今天146塊 上禮拜13 上禮拜5 137 138買 今天才禮拜二 買完之後過兩天 又又八塊錢了 又又八塊錢了 所以會買底部 錢賺起來就很快 還有好幾檔底部 剛好出發的個股 認同理念這種方法的 我們現在有一個月的 一季的費用 一起來賺一整年的服務 還有幾檔底部 剛好形成的 不要錯過機會 趕快跟我起來 好的謝謝老師 現階段我們一定要集中資金 跟對老師 買對股票 認同老師的操作 想要佈局電動車概念股 趕快跟著何彥老師 一起來上車佈局 讓我們一起來複製 帽連 台辦 還有反甲的成功模式 可以利用1加3的 特別優惠活動 跟上腳步 想要進一步了解內容 可以利用稍後的工商服務資訊 嘿 別走開 還有好聽的廣告 各股表現 選股才是獲利的關鍵 認同老師的操作 趕快跟著何彥老師 一起來上車佈局 二月份營收創歷史新高的 底部期長股 你就有機會領先卡位 在底部反敗為勝 利用1加3的特別優惠活動 跟上腳步 只要一記的費用 服務你到年底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歡迎你來電報名搶優惠 02-239-23988 02-239-23988 行情事部等人的趕快把握機會 02-239-23988 另外在個股操作上面 有任何疑問 想要諮詢溝通的話 也歡迎你加入何彥老師Light 以及Telegram帳號 Light的ID是小老鼠PRO888 小老鼠PRO888 Telegram帳號是PRO5個8 成員會會很高的 有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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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不如有名人的 有名人的 有名人的 是华信投顧的林何彦总顾问 会卖股票的老师才是高手哦 何彦老师带你 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个股 可以加以留意呢 请教一下老师 好的 今天涨94点 那个不重要啦 赶快找底部的股票买就对了 会买底部 30% 50% 你都赚得到 你看茂莲 茂莲已经要30% 地宝36% 台办这两天最强的 我们82块末的 今天涨到113 38% 之前智新 我们117买的 最多115 我们117 120 121一路买 最高涨到180 我们178卖掉 60%放口袋 你不卖 他也是在这里 最近智新就在 170到180这里面走来走去 赚得太多了 卖掉钱收回来 我们又赚了一支股票 继续布局 这样获利才会一直延伸下去嘛 对不对 对 你看紧缩我们82块末的 涨到132 我们80%卖掉 80%你不卖 今天华锦店还是在129 已经在这里已经一个多月了 那把它卖掉 60%放口袋 钱收回来 买一支股票 获利就会一直延伸下去嘛 所以我带你进 我也会带你出 带你买 我们也带你买 最近营收在发布 同时年报也在发布 依照法规规定 3月底之前 所有1700家公司 年报全部都要发布出来 所以年报在发布的时候 会有几个现象 听懂我一下说的吗 如果价格已经涨高了 就算发布出来是利多 那反而会变成利多出镜 因为主立法人把股价炒高之后 他就在等利多一发布 散户跳进来 一多兜会给你嘛 所以涨高就算有利多 都不适宜在追高 都会很危险 只有还在底部的股票 尤其获利创新高的 那些个股财报一发布 他就从底部开始起涨 你看今天有一支股票 一开盘开高之后 很快就拉涨停了 这支钩票 我在2月6号 我研究报告有给你们 2月6号研究报告 你们来索取 那两个股有索取的 应该都知道 3265的财新科 那有索取你没买 我当时送你们的时候 还在47 48 今天涨停板已经 59.6了 哇 是 那已经过了九个了 连了艳势又是找那种 赚大钱底部的股票 送给你们 对 昨天财新科发布 去年的财报 6.5元 110年EPS 2.8 从2.8跳到6.5 获利翻了一倍 股价完全没有涨 我就想要找这种 我最喜欢找中股票 中股票只要找得到 大力买下去 勇敢买下去 财报发布之后 你就赚大钱了 你就赚大钱了 起财还可以买 我昨天也卖南电 我觉得卖南电 我有跟你们讲 对不对 是 262 261卖 那今天南电 卖完之后 今天南电就掉下来了 是 年纯250倍了 嗯 所以股票会想买 还是会想买 那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出发就好了 负胜应用 这个财报还没发布啊 负胜应用 今年一国贪要40块 我们对200控制 200控制 开始买 全市场只有林儿宴在 大会员操作 高尔夫就干主群而已 我每年固定时间 带会员买高尔夫就干主群 每年都赚大钱 因为每年固定 这段期间 他都会大涨一波 因为在出货忘记 那200控制4块没的啊 200控制5块 每天都讲相同的 让你们去运证 让你们有跟的机会 负胜应用运器啊 251块啊 251块烧啦 虽然我们已经赚了快50块钱了 不要小鼻子小眼睛 那今年还贪到40块去 是 到时候连暴力发布出来之后 又是一个全新的攻击开始 所以例如 有跟着买的 铺铛 报老 今天台积电涨了3块钱 外资还在继续加吗 连电 今天小跌3毛钱 外资已经买了52万档 我们连电也36块开始讲的啊 台积电300几块 讲到现在500几块 日月光72块开始没的 今天111块 又是52%了 但这些股票涨这么高 你不要再去买了 包含连发哥今天起4块钱 我们500几块讲起来 现在要快要800了 你又来找我 待会卖的时候我带你卖 我目前有两档 一档WD即将完成 去年获利成长78% 创历史新高 三个月没上档了 三个月没上档了 接下来警戒一站上去 年线一发 年报一发布 就开始冲了 包含那一档 特斯拉最后的底部期长股 净值90几块 现在高跌至30几块而已 高跌股 还来着急 中底部的股票 我带你一档一档布局 你就能够复制 南电台新科 还有附胜应用的成功模式哦 利用我们一加三的特别优位活动 跟上脚步 想要进一步了解内容 可以利用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股的 底部进场做波段 你才能够大获全胜 何彦老师坚持只做 底部机优 起涨股 任同老师